謝謝 耶 瞧天 耶 瞧天的結教生來 黃牛哥 黃牛哥來 來來來 你不要叫我黃牛叔 什麼時候去賣票啊 黃牛 想到賣票真的隨便亂講 對啊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都想要買票或看演唱會 所以要買票很困難 就會直接打電話給黃牛 那邊有票嗎 我覺得我們在時間前面好了 是不是看比較清楚 不過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夏戀嘉年華九天九夜的演唱會 每一天都不收門票 沒錯 都是free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得到花蓮觀光 有人說 我有夏戀的票 你要不要去看阿妹演唱會 你要不要去看牆片 千萬不要被騙 對 這有可能就是你在街上賣 所以如果 你看你們像是你這種音樂人對不對 對對於這樣的活動 其實你們應該也很開心說 除了表演之外 也可以坐在台下 這邊大家一樣 一起感覺這種音樂魅力對不對 對沒錯 因為其實在像有這種類似的活動 我們看到很多不一樣的創作人 對 然後我們可以 也許我們只是在後台 沒有辦法跟大家一樣在前台 但是我們也透過這種機會 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大家的創作 對 因為每個人的表演方式 像我們的師弟 就是MP 對 對 他們的表演方式 也是非常的獨樹一格 對 就是一個的意思 就是 很high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音樂類型都不一樣 在台灣 你也沒看過這種 就是這麼想要跳舞的轉型 哈哈哈哈 喔 你說的 我就想喝嘴巴 你挑個音樂 他們是不是要變成唱跳舞 像團體系的 所以你已經也會跳他們的是不是 除了轉轉轉 你自己的轉轉轉之外 對 因為他們抄襲 他們覺得跳舞 就是 兩邊一團跳舞很棒 所以他們就趕快做一個射手舞 喔 喔 所以你幹部也會 當然會啊 因為他們表演看到我 欸 黃牛哥 黃牛哥一起上來跳 跳舞 射手舞 射手舞 欸 我不會跳耶 這個很簡單啊 這個笨蛋都會 對 所以不是笨蛋的話 也要跳一下 所以待會兒我希望大家 跟我們一起high 所以你真的想要 你知道嗎 他這個其實他是有典故 有一天 那個婷婷他在家裡洗澡的時候 你可以盡量講壞話 好 繼續好了 就是盡量他在洗澡的時候 忽然有一種靈感 就是他在洗自己的腋下的時候 咦 所以 這可以是一種舞步喔 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 待會兒我們會問他 等一下 問他 是洗腋下還是怎樣 那代表他很乾淨喔 很乾淨 每天要刷一下 要刮一下 對對對 哇 太好笑了 大家的感情應該很好啦 對不對 當然呢 我知道 剛剛呢 黃牛有說 喜歡強變的話 要到粉絲團按讚 那好消息呢 在五月份 就已經破十萬了對不對 對 沒錯 在這邊 我特別要感謝所有幫我們按讚 還有沒有按讚的朋友也沒關係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 因為 有你們的支持 跟你們的推廣 然後讓我們可以 突破這十萬的大關 那如果 破二十萬你要裸唱嗎 還是 我覺得應該要 你現場一呼喊完呢 馬上就加三萬票 對啊 怎麼樣 破二十萬你要嗎 這個 對啊 先講一下嘛 二十萬好不好 明年回到夏戀 就看到 這個牆面的團員 三個全部都裸唱 哇 好意思啦 口味很重喔 好啦 我們現在走斯文路線 走氣質 我幫你解圍 好了 好啦 謝謝黃牛 謝謝大家 謝謝 牆面加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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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